老妹 我今天在薛之清那里学了一道新菜 我准备做给你吃 你在薛之清那里学做菜 对啊 网红蛋包饭四百多万个点赞了 这次真的好吃哦 蛋包饭啊 做做做我爱吃 起锅 烧油 只是蛋包饭我想吃很久了 到妈妈的锅里接一点饭 妹妹你吃这么多够不够啊 太少了太少了 全部下进去吧 棒量惊人 茫茫的一整锅啊 哦 我忘记了 应该先来切点配料 两朵蘑菇 为什么只有两朵呢 多了妈妈也不肯给 哦 妈妈就是不信你 还不是呢 她是觉得我们一整一朵就够了 薛之清说要把蘑菇切成丁 嗯 一定要按照它的步骤才能成功哦 再放一点很难嚼的肉缸 用用刀切 不要用嘴甜 梁姐妹这么讲究 不行不行 把料都给进去 哇 不滋不滋的哦 哦 我感觉你的料还不够 根据我个人口味你再给我下一点爽口的榨菜吧 有一种韩式炒饭的感觉 你喜欢的料都加一点 老妈要是看到今天的视频一定很感动 我都会做饭了 看起来有五星级的那种感觉 不就是炒个饭吗 说的跟米其林伤心大厨一样 最后我注入一勺灵魂酱油就搞定了 好了 哇 这味道 我在这里做的肚子好饿啊 虽然你们隔的屁肚有人知道 你们看它炒个棒 里头是地板也是 桌子上也是 哪有大厨像你这样子的哦 闭嘴 你听听这美妙的炒饭声啊 下一步来整蛋的环节 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啊 薛之谦的做法更高级更好吃 相信我 把这蛋黄取出来 小心的装满饭 请问大师 一生人吃到最好吃的是什么 你这个虽然跟我想的不一样 但是看起来好好吃哦 赶紧试一下 吼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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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